那張保單的差額是兩萬人客要付兩萬 原來是欠五千也好 投保人知道原來最後我自己是要負責五千 因為他自己都要去安排他的錢 小銀碼幾千塊就好 但你一大銀碼的差額去到過萬 甚至乎有些過十萬人客真的要準備 手術做了你出院沒錢找怎麼可以呢 預先批核是重要的 批核就是看你現有的保單 究竟可以賠償多少有沒有差額 而有差額的話 在你出院的時候 你要付出那個相差的數 但是如果你說免找的數 無論是網絡醫生非網絡醫生 都是做到面罩數的 不過如果是用網絡醫生 在保險公司裡面 他們有一些計劃的賠償 計客賠的額可以賠多少少 因為網絡醫生他們談了合約 大家共識了一個手術費 麻醉絲費 變成保險公司 也都會因為客人用網絡醫生 明明那個是賠12萬的 如果用網絡醫生 原來是賠13萬 對人客來說都是好事 第一 保險公司控制到手術費 不會過高 第二 人客又有機會賠多了 用網絡醫生 這也是從2018年開始 其中一間保險公司 就開始有專科網絡門診手術服務 慢慢演變演變到今時今日五年多 事實上大部分客人他們用網絡醫生 是會幫助到整體那間保險公司 那個醫療保險的賠償比率 是可以控制得到 大本公司也有一個自由度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看網絡醫生 你有你自選的醫生 也可以被人客選 不過只不過自選醫生 就會跟回計劃 網絡醫生就可以補多些 在不同的條件或者誘因之下 本公司也希望人客 可以用多些網絡醫生 而令到他們可以控制醫療通脹 在過去五年 香港醫療費的通脹 根據數據 給我們超過55% 可能大家一直都沒有病 那就沒有留意 原來現在醫院是這麼貴的 當你病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原來都不便宜 看一個專科醫生 千多元 然後再加藥 或者再照一下磁力共振 再驗一下血 幾千元下樓 有時候客人 真的會不捨得 不要說是 我也不捨得 但是如果我不舒服 突然間 例如我們普通小康之家 每個月 每個月只有兩萬多元 又要交租 又要水電煤 又要子女 不舒服 你突然要我去看專科醫生 我都知道好 不過要拿成四五千元出來 人客就未必會提醫生 這個對人客都未必是好 因為客人就會拖 不要看著 遲些先 或者遲些沒事 其實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香港的客人會很勤力 每個都專注賺錢 或者上班 有時候都不太顧自己身體 但是如果有網絡醫生 這個預先批准 免走數服務 那人客就可以多多個選擇 當他不舒服的時候 第一 他自己可以用手機程式 去選醫生 自己預約 接著他就去看 所謂專科網絡 瞞診手術服務 就是要那次的跟進 真的要有一些 瞞診手術 例如 照X缸 照MRI 接著客人可能有一些炎血 或者好像剛才所說的 割小手術 打油 照腸胃鏡 這些 亂針或者受傷 你有這些程序的話 變成那個人客 他就在第一次的醫生費 再加照這些東西 接著第二次的醫生 就要看報告 知道他要斷症有沒有事 在這個流程裡 全部的錢 正常來說 如果你說是現在 新式的自然醫保 或者是高端醫療 那個費用應該 都可以包得到 但如果你說是 舊式的醫療 都有機會 門診那裡 要付600元 都是仍要付的 因為成本不同 不同的計劃 徵算師計的保費不同 對人客來說 他可以 真的不舒服 快點自己 預約專科 當三天後看到 接著 再在門診那裡 再安排照X-ray 一個星期左右 就知道自己有沒有事 如果有事 也有藥 不用錢的話 人客又會快點去看專科醫生